如今男神千千万 但是黎一峰这小鲜弱的地位还是无法动摇 继去年霸占小银瓶之后 今年转战主攻大银幕 而在这同时呢 各种代言也是街道手软 这部9月30日 男神黎一峰就现身上海 为个人代言的品牌新品发布 展台助阵 哎呦我说这次又是代言吃的 吃货本性怕是延不住了 零食就吃万花筒了 然后当然我喜欢吃辣的 然后反正基本上我拍戏的话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先搜一搜附近有没有什么吃的 然后为午饭做准备 我自己会带一些零食到剧组 因为有时候剧组放饭不准时 常常卡我们的时间 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所以 有零食拿过来 大家分享一下 吃一点不会影响到胃 有时候胃也会不好 男神你这么可爱 难怪粉丝越来越多 而在自爆完自己是个吃货以后 李一峰又瞬间李正伟上身 称代言不单单是为了有零食吃 主要还是关心食品安全 所以才下到民间为福私房 顺便带个言 用环保 然后绿色 最重要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一直在谈 老生常谈了 希望如果我做的话 可以让大家吃的放心 买的放心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 如今男神千千万 但是李一峰这小鲜弱的地位 还是无法动摇 继去年霸占小银瓶之后 今年转战 主攻大银幕 而在这同时呢 各种代言也是街道手软 这部9月30日 男神李一峰就现身上海 为个人代言的品牌新品发布 展台助阵 哎呦我说这次又是代言吃的 吃货本性怕是延不住了 零食就吃万花筒了 然后当然我喜欢吃辣的 然后反正基本上我拍戏的话 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先搜一搜附近 有没有什么吃的 然后为午饭做准备 我自己会带一些零食到剧组 因为有时候剧组放饭不准时 常常卡我们的时间 啊 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所以 有零食拿过来 对 大家分享一下 吃一点 不会影响到胃 有时候胃也会不好 男神你这么可爱 难怪粉丝越来越多 而在自爆完自己是个吃货以后 李一峰又瞬间李正伟上身 称带盐不单单是为了有零食吃 主要还是关心食品安全 所以才吓到民间为服私房 顺便带个盐 用环保 然后绿色 最重要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 大家一直在谈 老生常谈了 希望如果我做的话 可以让大家吃的放心 买的放心 优酷全娱乐 上海报道 哦 嗯